啊每天都不知道吃什么外卖 全都是鱼汁菜 我要吃一口新鲜的 作为一个老广 平时城里面的大鱼大肉 我基本上是已经提不起兴趣了 那对于爱吃会吃的老广来说 肯定是开车到三卡拉里面去找吃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一台够省 够长续航够舒服 能带你去长途跋涉的座驾 那这台新蓝图费 就正好匹配了我的需求了 这台车的综合续航呢 是可以达到1200公里的 别说在广东省内觅食了 就算出省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台车的纯电续航呢 有210公里 那我们平时上班通勤的话 基本上一周是不用再充电了 基本上纯电行驶 更适合我们这些 鸡汉式劲的广东洋 另外一点呢 就是要够帅 我们广东人经常说 出去歪一定有够赢 那这台车呢 首先它一个机甲饭的前眼 看上去就很有战斗格 这台新蓝图费装配了空气悬挂 最低的离击间隙只有113毫米 除了让我们上下车更加的方便以外 还有一个更加低 更加有运动感的姿态 第二点呢 就是这台新蓝图费的辨识度是来得很高的 它的前脸设计很有机甲饭 再加上飞翼式的贯穿式的日行灯 还有尾部的部分有一个定峰尾翼 整台车的运动氛围就出来了 更加适合我们这帮追求个性追求运动感的年轻人 有没有留意到我们今天开的这台新蓝图费的配色很扎眼 它是黄忠泽的专属配色 我们都知道Bosco除了是一个明星还是一个餐厅老板 那他来代言这台号称公路旅行家的新蓝图费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适合旅行呢 真的要好好体验一下 上了高速以后就可以一键开启这套阿波罗领航辅助驾驶系统 它可以自主的汇入车流 自主的必样大车 还有自主的变道 整套系统的逻辑 还有它跟车的平顺性 以及变道的策略都来得挺高效的 那弹幕走一波 你觉得辅助驾驶系统 是不是你买车时候的必选项呢 那我个人的意见是 一套完善好用的辅助驾驶系统 确实可以给你的长途出行 减少不少的疲劳感 让你的出行更加安心省心的 那有了一套好用放心的自驾系统以后呢 你就可以放松下来去享受你车上的舒适性配置了 例如我现在坐的这张座椅 带有座椅的通风加热还有按摩 还有这套单拿音响 再加上前面这块超过一米长的三连屏 它还是可升降的 整个科技感就来得很强 然后这台Lantofit呢 它还会采用一个怀挡的换挡设计 给中控的区域呢腾出了更多的一个储物空间 例如中间这里就可以放置一个50瓦的手机 无线快充的面板 还是带通风的 那有网友就问了 现在很多的新人员车都给你配了一个大天幕 夏天的时候就秒变一个大烤箱了 那其实这台新南图屁呢 它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给你配了一个10级的调光天幕 那如果调到透明度最低的模式之下呢 它的紫外线隔绝率可以达到99% 基本可以做到只有光感 没有温感 广东人就最喜欢捞拢捞拿去玩吃的 所以这时候到山里面觅食 肯定会经过一些很七居不平的路面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越野模式打开 这时候它的悬架就会升高到最高的一个离地间隙 213毫米 它的这个高度已经是很多的城市SUV之上了 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经过一些越野路面的时候 会磕到你的底盘 再加上斜面双叉币 还有全铝合金的底盘 再加上空旋 可以给你在越野路况的时候 提供很好的一个底盘的舒适性 现在通过这些很多碎石路面的时候 它是可以把一些碎石的信息 给你全部都抹平掉的 然后经过一些水坑低洼的路面 这种复杂的越野路况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的 前后双电机组成了一个市区系统 490米 726米 这些复杂的路况都可以很轻松的应付的 怎么选啊这个竹 首先我们做竹筒饭的话呢 我们用的竹子呢是我们本地应得的马竹 然后做竹筒饭的话呢长到三名以上的老竹子 三年对还长的这种白色粉的这些就是新竹 去年的竹筍长起来的就是一年的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了 对对一年的 哇像这种长得这么大的 你别看到这么大 其实这一个呢它是两年的 你能从它的这些颜色能看得出来 它还是比较偏嫩一点 偏嫩一点 那三年以上的竹子是怎么样呢 你看那两颗 看到没有长得青苔的 哦 那么这两颗竹子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好就砍它们了 是兄弟就砍它 我是渣渣辉 今天我们要把一个竹筒三分之一的位置 一刀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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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都是ok的 大家已经把它的一个做竹筒法的秘诀告诉我们了 开饭了 等了一个小时 终于可以开始了 有什么能比得过在竹林里面去品尝一口原汁原味的美味呢 直接从砍竹到竹竹筒饭再送到嘴边 先给观众先吃满满的料 尝一口 哇 好香呀 好香 那个竹香味还有食材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饭里面了 当然如果你也想像我这样这么随心所欲的到这种三卡拉的地方找吃的 就需要这么一台高性能舒适还要够省的座驾 这台蓝图费不仅硬件方面是很全面的 它的优惠政策也很吸引 那套很好用的阿波罗辅助下车系统 现在只需要一万块钱就可以选装了 以前是需要花两万五的 如果换做是别家的话还要多花大几万块钱 那这台车现在还有两万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 还有两年的灵溪 还有极大无忧保障 综合这些优惠下来 这台车246,900就可以入手了 这么一台有了超过千里的续航 还有空旋还有市区 而且还有一套成熟好用的辅助驾驶系统 就可以让你去觅食的路上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 我觉得这台新蓝突飞 跟我今天品尝的竹筒饭一样都挺香的 谢谢大家